因應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最新發展 以及醫學專家的意見 我們決定啟動早前公布 就應屆香港中學民憑市安排的方案 將開考的日期延期到4月尾 簡單來說 民憑市各科的筆試 是會在4月24日才開始 實習考試也會順移 但是中英文科的口試是會取消 預計所有筆試是可以在5月25日完成 而放榜日期 我們是會在7月之內 是繼續維持在7月之內 考評局是會盡快公布延期考試安排的詳情 也都會透過學校電子系統通知各間學校 以及以電郵和手機短訊 是通知各個考生的 教育局也都會跟各間大學 以及大學聯招辦法委員會去做溝通 致力是做好餘案 理順考生報讀和升學的安排 另外新的考試時間表 大致上仍然是可以配合同學 到境外升學的需要 另外全港的學校 原定最早在4月20日 分階段復課的安排 亦都因爲疫情的發展 以及民民事的最新安排 是需要延期 直至到另行通告 所以我們要來做好看的 我們要來做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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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